大家好,这里龙话说剧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小人物变成洗钱大师的故事 黑钱圣地第二季第一集 回顾上集精彩内容 因为牧师没有按照要求重回水上不到 雅各布一日之下对他老婆下了手 并扬言不会放过玛丽一家 因此温迪带着孩子踏上了逃亡之路 德尔因丁烧人的死怀疑到玛丽 亲自前来谈他情况 不惜使用酷刑逼供 玛丽被拔去两片指甲 依旧死不承认 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 德尔明镜似的 但他不能失去玛丽这样的人才 可万万没想到 与雅各布谈诚合作 因为嘴欠被爆了头 嫌疑少叙书接上文 雅各布夫妻首要任务 就是处理德尔的尸体 好在人傻钱多 找个隐蔽的地方 挖坑埋了 尸骨能成为婴宿养链 也算最好的归宿 雅老太此时也十分后悔自己的冲动 小镇不再是自己的天下 需要学会求同存异 这也是生存契约中的一部分 隔天两人又来到玛丽家 首先把德尔的车开回芝加哥 造成他离开小镇 才消失的假象 马蒂配合往他手机上发送短信 内容是到那边给自己回个话 对于雅各布办事 马蒂还是放心的 和他对雅老太属实没啥好感 事后悔悟基本没啥乱用 雅各布也很无奈 性格这玩意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事后马蒂来到蓝毛扫水 塔克告诉他 女老板已经消失几天了 打了几次电话都没联系上 马蒂突然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立刻去庄前的房间查看 果然墙皮被扒下一大块 最少丢失百八十万 长时间以来 自己就像个散财童子 不是到处搞赔偿 就是被盗 对此马蒂气得直骂娘 这个地方肯定是不能再用了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把钱转走 因此温蒂想到了殡仪馆 这里还是由原来的老板照看 温蒂发现尸体全部做了防腐处理 冷冻箱基本成了摆设 将其改成储藏间正好用于藏钱 除此之外还要买25口棺材 这种不寻常的做法 让原老板很不解 对此温蒂也没有过多解释 马蒂在外等候时 鲁丝一脸怒气前来找他 如今自己成了两个孩子监护人 生活上学都需要钱 救命真恩不能光用言语答谢吧 起码要补偿一笔钱为之生活 正说着温蒂驾驶灵车赶来 马蒂让鲁丝先回去 处理完要紧事会主动联系 夫妻俩连夜清点 确定丢失数额 希望在毒贩集团发现之前补上 几天后鲁丝在父亲的假释听证会上 生情并茂地发言声 自己有了正经工作 并且成了两个弟弟的监护人 生活积极 心性善良都源于父亲的教诲 但自己也只是女孩子而已 无法承担家庭重担 这番话打动了在场所有人 成功获得假释 鲁丝回家开始收拾房间 希望父亲回家后能住得更加舒适 画面一转 马蒂一家此后应该能安稳生活一段时间 对于莫名失踪一周 肯定要给孩子学校一个解释 夫妻为他们编造的谎话事 姑妈去世 去芝加哥参加了葬礼 正说着 马蒂接到电话 集团派来新代表接替迪尔的工作 于是他叫上雅科布夫妻到场 为防止雅老太在干什么不理智的事 特地将谈判地点选在中理地段 没过多久 车上下来一个短发干脸的女人 名叫海伦 是集团律师 马蒂先发指人 主动问起德尔 海伦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会心一笑 所有回答 可能在芝加哥 集团能人应有尽有 少他一个啥也不耽误 正式进入谈判并不是很顺利 海伦要求合作二八分成 毕竟风险较大 雅科布也不能保证 每次提供的货品都合格 还有马蒂能不能搞到赌场名言 还是未知 因为密苏里有相关规定 眼下别说赌场 盖住卷都非常费劲 马蒂却非常自信 他需要政治运动 以及推翻赌场的数量限制 而文蒂之前有过相关工作经历 当然对此也不能白出力 收取利润的3% 甚至自己应得的报酬 谈判成功之后 马蒂直接找上密苏里区医员 说明来意后 医员提醒他 先去了解湖畔别墅 再来找自己 很快文蒂就查到 湖畔别墅是康纳斯富翁大威的第二个家 他做农业设备生意赚了很多钱 而密苏里是唯一一个对竞选筹款没有限制的州 强大的财力加持下 大威实质上可以操纵州政府 马蒂立刻给大威公司打电话预约 可对方连自我介绍的机会都没给 直接挂断 晚上睡觉 家里新装的安保系统警灵大作 长时间生存在危险之中 让马蒂夫妻反应格外灵敏 持枪出来后才发现是小夏忘记拿钥匙 就此一家人又因自由问题争论起来 马蒂告诉他再人六个月 赌场建成之后 洗钱就能自己自足 那时候他们一家人就能脱离集团掌控 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地球的哪个角落 但在此之前 去哪都要和家长包备 隔天 马蒂夫妻正布置新公司 一个陌生男人突然上门 他不但知道马蒂所有情况 还告诉他断了开设赌场的念头 理由是大威不愿和陌生人有交集 面对直接拒绝 马蒂有些心灰意冷 而温蒂却不这么觉得 明面为拒绝 实则是邀请 因为没有人会被拒绝专门跑一趟 晚上温蒂准备两件碗礼服 又花了五万块买两张桌洗胃 因为大威筹办了一场慈善晚宴 能不能拉近关系在此一举 去之前 马蒂想和鲁斯谈一谈 说到鲁斯 他刚从监狱接回老爸 先利用植物植片安排了998大宝剑 孝心这一块无人争急 鲁爸嗨完之后 质问起两个叔叔的死因 鲁斯不敢继续隐瞒拿出跟踪器 本来也是他们背叛三仙 为自保只能无奈出手 兄弟与骨肉之间 他偏向了女儿 回家后交来了许久不见的朋友 前来庆祝恢复自由 马蒂到来时 一伙人正在烧烤 两人出剑 但鲁爸对他并不陌生 毕竟心心念见惦惦了这么久 主都上前打招呼 就算正式认识了 鲁斯提出加薪 每年两万五千块 进去学习怎么用账 对于以上两点 马蒂没有任何疑义 只是希望以后 别再来大胡子的死 要挟自己 鲁爸还没有见他 对别人这么温柔过 心里多少有些醋意 马蒂夫妻来到了宴会 找准目标后 温蒂一个转身 和大威撞在一起 当大威看见他脖子上的 宗教圣人项链时 成功引起他的好感 温蒂大方真诚的语言 又让好感再次加倍 就这样夫妻俩真正搭上了这条线 没想到摸高一尺 道高一丈 大威早就调查过他们 而他更看重温蒂的政治能力 各有所需 当然一拍即合 与此同时 海伦回芝加哥 开始调查德尔的去向 与芝相关的 只有最后一次使用卡记录 因此他希望看看 消费店家的监控 店员一把游戏玩正黑 态度强硬 言语不敬就是不肯通融 海伦还是耐着性子告诉对方 自己愿意为任何不便买单 服务员倒好 张嘴索要五十万 俗话说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非应闯 海伦出几半分钟 手下拿枪口对着他的脑袋 意识到我命休矣 再求饶为时一晚 马蒂夫妻怀揣愉悦和梦想返回 半路却被杀手拦截 被逼上了另一辆车 发现海伦也在里面 他已经查到在芝加哥刷卡的是 雅各布手下 铁证之下 马蒂再也无法抵赖 海伦只给他一个小时安排赔偿 否则将会上报集团处理 赔偿几百万 或者多让出点赌场股权 此事应该能压下来 雅各布却不肯吃亏 这件事起因在于得而无理 凭什么要自己为此买单 大不了和门外的墨西哥人火拼 真以为地头蛇那么好按 雅各布让手下送马蒂夫之出去 本就第一件 背锅也是意料之中 一命换一命 此事也算了结 温迪不知道此等血腥场面 还要经历多少次 似乎从中到尾 他都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 答应洗钱之后 就丧失了选择的权利 就像得而不该为一句话丢了性命 或者牧师停止不到后 惨遭了报复 人们会做选择 而选择就会有后果 两人也没有必要为别人的决定买单 回家睡觉 第二天亲吻孩子送机上学 迎接一切未知的好与坏 尽量掌控命运 剩下的交给天翼 黑钱圣弟第二季第一集 到这里就结束了 步步筹划 步步惊心 得而的事终于翻篇 马蒂能顺利开始赌场吗 鲁霸的回归 又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点击关注 精彩我就不断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